主耶稣謝謝你 昨天我們有一個和平的選舉 我們台灣人做了我們的決定 我們把這個決定仰望在神你的面前 求你來祝福當選上的 不管是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 他們真的能夠用你給賞識他們的智慧聰明 幫我們解決我們目前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害怕 還有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都仰望你的恩典 主我們既然到你的面前來要敬拜你 讓我們能夠心在這裡 我們能夠心靈誠實敬拜 在你面前蒙你的悅纳 求你跟我們同在 你的寶座在我們當中 接受我們的敬拜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那如果現在身體許可的話 讓我們一起從座位上站立起來敬拜 《啟示錄》21章4節說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讓我們現在一起用喜樂的心 來讚美這位有盼望的神 《啟示錄》21章4節說 你是我喜樂絕緣 你是我歡心考驗 你是我自由飛翔 不再被醉了困綁 你是我憂深盼望 你愛有無比力量 從今世直到永遠 你一時不會改變 你的保鞋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傷口 你的復活能改變 一切地救助成為祝福 我們要套進你生命 你美的所有最大地讚美 我們要用真心 和全依賴敬拜你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跟你來上禮包就在這裡 我們要將開口 不停讚美你 你是我喜樂絕緣 你是我歡心跳躍 你是我自由飛翔 你愛有無比力量 你愛有無比力量 從今世直到永遠 你一定不會改變 你一定不會改變 你的保鞋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的复活能改变 一切的种族成为祝福 我们要奉紧你的生命 你配合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的全力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的爱是你保存在这里 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的冒险 你的冒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的复活能改变 一切的种族成为祝福 我们要奉紧你的生命 你配合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的全力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的胜利保存在这里 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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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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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直到那代 要将荣耀那灵 归给耶和华 他命所当得定 荣耀归给他 不分种族国家 起身来颂扬 在宝座前高举双声 从这代到那代 外民不停松散 从地基到地基 外民温然前进 从列国到列邦 其尊重力为王 高唱哈利路亚 其尽拜彌赛亚 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 他命所当得定 荣耀归给他 不分种族国家 起身来颂扬 在宝座前高举双声 从这代到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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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不停松散 从地基到地基 万民温然前进 从列国到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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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到中国到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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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asking Jesus 您是你的ney Success 从这里提到 100元的百步产 红尝稍 wer 荣耀君王将要进来 幻播进来如中水的声音 众臣们 抬起头 荣耀君王将要进来 抹合的荣耀大国险前地 众臣们 抬起头 荣耀君王将要进来 幻播进来如中水的声音 从真爱到那灯 万民不停松阵 从地基到地基 万民焕然陷阱 从列国到列邦 祈奏祝你为我 高尘哈利路亚 祈奏祈奏祢 从真爱到那灯 万民不停松阵 从地基到地基 万民焕然陷阱 万民灯大鸟 祈奏祝你为我 高尘哈利路亚 祈祭拜祢塞牙 有將柔有能力 為給耶和華 在婆座前 祈神敬拜祂 讓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 感謝你保守我們在下雨的天氣當中 依然能夠平安的來到你的殿中敬拜 也求你帶領保守那些還沒來到我們當中的人的腳步 我們將下面的禮拜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開我們的耳仔細聆聽牧師所要傳講的信息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托奉獻在你的手裡 我們將禱告的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世慧 帶領我們做信仰告白 我們人一同站立同身以使徒信經來表白我們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慾 由童真女瑪利亞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兒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公 我信聖得赦免 我信身體的復活 我信永生 Amen 請坐 請問在我們的當中 是不是有新朋友 我手上沒有新朋友的名單 我右手邊的這一排 有沒有新朋友 中間呢 好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個貴客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非常高興那個蔡茂唐牧師又回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 好 我們接下來要請邱成李弟兄做見證 大家平安 我是邱成李 我現在就讀台大物理系四年級 那我家鄉是在台南 那我來到這邊會來和平 是因為上大學之後來到這邊 然後因為我爸媽以前就在這邊聚會 那所以我就來到這裡 那在上大學之前由於課業的關係 我以前都把注意力比較多放在讀書上面 雖然說以前高中都有固定的教會生活 但卻鮮少思考 我這樣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對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 但是來到台北之後 很多環境的改變 給我滿多的衝擊 讓我開始思考 這個問題 我究竟應該如何為了上帝而活 就在兩年前一次參加服務隊的經驗中 上帝告訴了我 我究竟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應該怎麼樣來替他活 在服務隊當中 我們身為一個輔導 我們要負責領導一群精華國中生 到偏鄉做幾天的服務學習 在透過這樣服務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一起和他們生活 和他們建立關係 然後分享福音給他們 在這次的服務隊中 我被告知 要帶領這樣一群的國中生 其實對我來講是滿緊張的 因為身為 我就是一個台南來的 然後到這邊 要帶一群大安區的國中生 我沒有惡意 但是就是帶一群大安區的國中生 對我一個台南來講 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的習慣 然後畢竟自己和他們 也已經開始有些代溝 我一開始帶的時候 其實是滿擔心 不知道該怎麼和他們建立關係 甚至最後要怎麼和他們 來分享信仰這個東西 但實際上 國中生也真的是不太好帶 在帶的過程中 我們遇到了許多好動的學生 和他們真的不太好溝通 我們甚至覺得他們是不是 其實還不是國中生 可能年紀還沒有到這樣子 但是覺得這樣 越是絕境的過程 越是上帝動工的時機 在服務隊當中 我們看到許多學生 他們的改變 看到許多學生 他們開始學習 怎麼在團體中一起合作 看到他們怎麼樣學習負責任 他們或許信仰上沒有那麼大 那麼快的轉變 但我覺得對他們人生 也都已經有很多的影響 和他們建立關係之後 我們也漸漸成為他們心中的 大哥哥大姐姐 在服務隊當中 他們也開始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 我們也有機會開始跟他們講 我們以前是怎麼長大的 也該告訴他們我們以前 怎麼來信仰這個基督教 在約翰一書四章十到十一節中提到 不是我們愛上帝 乃是上帝愛我們 才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 這就是愛了 親愛的弟兄啊 上帝既然是這樣愛我們 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 我認為 就算是這群國中生 不論是上帝 也是上帝最好的寶貝 而愛他們為他們付出 也是我們回應上帝愛 最好的方式之一 在那次服務隊中 我感受到了 能夠為了上帝 像青少年 尤其是這一群 不論是他的青少年之地 能夠來搶盡 是何得光榮的事 許多奇妙的事就在這當中發生 我也因此決定繼續投入 接下來幾次的服務隊 每一次的參加 都讓我感受到 上帝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 他的恩典是如何的夠用 而且常常是剛好夠用 許多困難 我們看是不可能 最後都有辦法安然的度過 我想成長的 絕對不只是參與的國中生 我在當中 對上帝的熱心 對上帝的信心 也因此而被點燃起來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首 我很喜歡的歌 叫《最珍貴的角落》 我常常跟別人說 我是如何的喜歡它 我並不是一開始 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對它有什麼感覺 而是在服務隊當中 我和國中生們一起唱的時候 我深深感覺到 這歌詞是如何的真實 當我們陪伴他們的時候 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像歌詞裡面所說的 我們的友誼 是這亮的心 我們的生命因此美麗 當上帝透過我們 來愛這群國中生時 就能讓我們找到 那屬於他們最珍貴的角落 當他們歡心的時候 可以有人 帶給他們春風般的喜樂 當他們正在坎坷路上的時候 能有人伴他們左右 一起笑一起哭 帶給他們溫暖 帶給他們幫助 帶給他們基督裡的歸屬感 希望這樣事工 上帝能夠重用 並且我在服務隊中受到的感動 能夠有更多的人 一起來投入 一起來體會 那我的見證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會一起為 治理弟兄祷告 親愛的主我們讚美你 因為你在治理的弟兄身上 你幫助他發現 如何為上帝而活 主當我們找到 如何為上帝而活的意義的時候 主我們的生命就充滿了意義 主我們謝謝你 透過治理弟兄的見證 知道唯有透過服務 服侍付出 才會看見主你的做工 你的作為 主耶穌保守 治理弟兄 他的生活 每天都能夠為主而活 也保守我們所聽到的 也能夠時時反省 我們要如何為上帝而活 活出那有意義的生命 聽我們禱告 奉耶穌的名 阿們 我們很高興 那個張文哲老師在嗎 張文哲老師 他帶了三位他的學生 在我們的當中 是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非常歡迎他們 請起立 謝謝文哲老師 希望這三位同學呢 能夠在我們的當中常來 一位是鄭葉山 一位是盧逸晨 一位是廖莉雅 我們歡迎 接下來呢 我們有幾個重要的消息 要跟大家做報告 第一個是 社區部將在一月份 已經在一月份 開設五個班 這五個班都非常的精彩 詳細的內容 請參與我們周報 第五頁 社區部的消息 第二個訊息是 1月24號 我們有感恩捐血活動 希望各位 適合捐血呢 請詳閱 周報 第四頁 報名請洽 我們辦公室 江幹事 第三個訊息 新朋友聯誼會 也是在 1月24號 下午1點半 到3點 B2 禮拜堂舉行 我們非常歡迎 2015年6月起 到目前為止 來本會聚會的弟兄姐妹 來參加這個聯誼聚會 報名請洽 賴恩池之事 或江幹事 第四個訊息 請大家注意了 2月份有兩次的聯合禮拜 一次是在2月7號 歲末新春感恩禮拜 請各位以敬拜 禱告的心來參加 2月21號 我們要舉行聯合聖餐禮拜 聯合聖餐禮拜 會後 我們會有會員合會 請會員若不課出席者 請務必向辦公室請假 第五個訊息 國內外宣道奉獻 各位手上 有一份黃色的勤安寒 一份奉獻帶 這是因為今天是我們 總會定定的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敬請各位兄姐能夠關心 奉獻 最後一個消息 是好消息 我們教會已經順利 將我們的約翰館 購回 而且奉獻帶已經統一收回了 如果有兄姐要留存 請向李宇全幹事索取 2016年新的奉獻帶已經更新 請大家把舊的奉獻帶領回 我們現在一起同心 同心祷告 神啊 你是我們的力量盾牌 你是我們生命至高的主宰 我們可慕向你敬拜 求你接近我們 讓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同心祷告 今天是本宗總會定立的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本年度推動各項傳道事工 共需要兩千一百五十六萬 主要是用在推動新眼光讀經 國外宣教的事工 神學生及傳道師關懷與培育 開拓教會以及行政費用等等 主就求你感動弟兄姊妹 參與 代導及奉獻 使多人因福音得著生命的更新 我們要為1月22號 23號 學策的孩子們禱告 求主保守少器十位考生 能夠努力衝刺 安穩身心 發揮他們最大的潛力應考 近日少器輔導會到各家庭拜訪以及禱告 求主保守 輔導們平安的角中 主啊 最近天氣多變 求你看顧教會的長輩 以及在病中的兄姐 醫治他們 安慰他們 主啊 我們想到了這世界 敘利亞叛軍大臣 有四萬平民百姓 圍城受困 積寒交迫 各國呼籲政府軍要停止圍城 主啊 求你保守敘利亞的內戰 能夠盡早停息 盼望那永久的和平臨到這個國家 主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要衷心感謝 昨天已經順利選出新總統和民意代表 願上帝來保守 蔡英文總統能夠有能力領導人民 邁向新的世代 使台灣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 主啊 你是和平教會的力量和盾牌 你是生命至高的主宰 求你竭盡我們 讓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興旺和平教會的事工 求你保守 蔡維倫牧師 能在上帝的帶領中 形成合適的教募團隊 保守第三位牧師的聘任 有上帝的祝福和帶領 我們也為1月24號新朋友聯誼會 求神藉著這事工 能夠讓新朋友成為我們和平的一份子 享受在主愛裡的溫暖 主啊 你是夥伴教會的力量 你是生命至高的主宰 求你竭盡夥伴教會 興起同工 興旺教會的事工 主 我們要為南原教會禱告 求主保守教會裡面新朋友穩定的參加 盼望他們的跟進能夠有果效 保守園區的小主 能夠順利邀請職場的新朋友 求主帶領南原教會的事工 走向簡約效率專注 關懷的事工 能夠走向主動陪伴體貼 盼望南原成為豐富生命力的教會 主 我們想到聖坑教會 要為他聖格談會所需的人力跟財力 祷告 求主加天 聖坑教會的兒童彼此之間 也能更懂得友善溝通 彼此尊重 主啊 我們要為在創起地區宣教的傳道人小綠 祷告 求主保守他所關心帶領的弟兄姐妹 保守他們在困境中 經歷神的引導和幫助 今年三月 小綠將要投入的社區發展 負責人會更換 求主保守這個團隊能夠有效的運作 神啊 你是我們的力量和盾牌 你是我們生命至高的主宰 我們可慕向你敬拜 求你透過蔡茂堂牧師的口傳講新天地 使我們同目主恩領受真理 我們同心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我們今天要看的聖經 記載在啟示錄二十一章一到八節 好 在我們讀聖經之前呢 我們先請起立唱詩三百八十二首 來表白我們奉獻的心志 祝你於聖經前 祝你豹過 天神奉行,我望益,日語無可卸主恩。 天神奉行,愛愛心,在主教宣經完成。 天神奉行,全身心,永遠為修主我生。 Amen 請坐 奉獻是基督徒感謝上帝恩典的一種回憶。 如果您是新來的朋友或是人不清楚奉獻的意義,請不用奉獻。 我們的奉獻箱是放置在三樓和一樓的接待處。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一段聖經,記載在啟示錄21章1到8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啊,神的帳目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做他們的神。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做寶座地說,看啊,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粗,我是忠,我要將生命權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唯業,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兒子。 唯有膽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份,就在燒著硫磺的火壶裡。 這是第二次的史。我們請蔡茂堂牧師,為我們帶來的真道信息是,啟示錄系列45,新天地。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當機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新天地,我沒有想到,昨天台灣就進到新天地了。 這不是我安排的,就是,那新天地不是台灣要消失,是台灣要有一個新,哇,他怎麼幫我按呢? 好,那新天地是代表台灣要有一個新的盼望,有一個更新,有一個更新。 那我們來看這一段短片,我們就知道,今天這八節經文告訴我們的新天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aidle cont隻得 pairsamin。 and John number 2,公身有一個平衡的但是、在新天? 我們看一面孤 erschquarter,而且一個新天何新地呢? 帶來重新地的? and there was, ит而已不 Monster的? And I John saw the holy city,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prepared as a bride, adorned for her husband. And I heard a great voice, out of heaven, saying, Behold, the tabernacle of God is with men, and he will dwell with them, and they sha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shall be with them, and be their God. And God shall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 And there shall be no more death, neither sorrow, nor crying, neither shall there be any more pain, for the former things are passed away. And he that sat upon the throne said,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And he said unto me, Write, for these words are true, and faithful. And he said to me, It is done, I am the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o him who thirsts, I will give of the fountain, of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And he, who overcomes, will inherit all things, and I will be, his God, and he will be, my son. But the fearful, and the unbelieving, and the abominable and murderers, and whoremongers and sorcerers, and idolaters, and all liars, We'll have their part in the lake burning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which is the second death. 好,就是這一段短短的經文,那新天新地,我們可能很高興,沒有海有人會擔心喜歡游泳的時候糟糕, 以後沒有海怎麼辦,可是最後這一節有人聽了就不太舒服,因為說謊的會在火湖裡面,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說謊,可能要小心,到時候到火湖裡就不好玩了。 好,我們看這八節聖經,約翰說,我又看到新天新地,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 這個新天新地在以賽亞神就應許了,神說我要造新的天地, 在新約彼得他也說,我們盼望新天新地,所以以賽亞所應許的,彼得所盼望的, 到了起初二十一章就實現了,那舊的怎麼處理? 他說舊的就讓它過去,那這個過去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在詩篇一百零二篇說,要滅墨,好像是沒有了, 可是他說不是,是好像萬一舊了就更換,天地是改變,不是消失。 所以這裡到底那個過去是指什麼意思? 那這裡說,要用火魂燒這個天地,那燒了不是就沒有了嗎? 還是不是? 他說海也消失,那這個海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海不再有了,那地球表面有百分之七十一是海, 如果沒有海,我們沒有一個人活得了,那這個將來的新天新地, 如果完全沒有海,那對我們有意義嗎? 我覺得海不是指的現在我們看的海洋,是指的上帝創造天地, 還沒有天空以前的那一個海,那個叫深淵。 雙世紀第一章第二節說,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一片黑暗的淵面, 這一片空虛混沌的,這個神的靈運行的, 這個就是我們叫原始海,這個會不再有。 可是後來第三天,神把空氣做出來,把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開, 天下的水成為海,這個海不會消失,所以喜歡游泳的可以放心。 海代表的是罪惡,是黑暗,是空虛,是死亡。 這裡提到惡人歡騰的海,污秘跟淤泥,所以這個海的代表是罪惡。 聖經提到三個字,一個天,一個地,一個海。 這三個字都有兩層的意思,一個是地質學所描述的天地海, 我們一般科學所說的,一個是象徵的手法,用天地海描述的是另外一些東西, 可是我們中文由於沒有兩個字來表白,我們不容易明白。 我們看一下英文,天有一個字叫heaven,一個字叫sky,英文就很清楚的,就有兩種天。 heaven不是sky,sky不是heaven。地有一個叫earth,一個叫land, earth跟land也是不同的字。 那海有一個字叫abys,一個叫ocean,所以這裡講的是abys。 所以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講的天不是sky,講的earth不是land,那個是後來在做的。 所以這個天跟地代表的是靈界跟物界,所有屬靈的存在, 跟所有屬物的存在。 在這個當中有一個狀況,叫做冤面黑暗,空虛混沌。 神的靈必須要處理掉那個以後,我們整個創造, 從第三節才開始,神說有光就有光,這是第一天對不對? 那個以前就有這麼一個狀況,那個就是所謂海,那個不再有。 因為那個代表的是死亡,代表的是黑暗,代表的是罪惡。 好,那這個海不再有以後,有一個東西是從天上來的, 那個東西叫做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 聖城新耶路撒冷,這個是從天降到,這個我們地上的。 那耶路撒冷的心有兩個,一個是本來就在地上的, 那個是詩篇第二篇講的,我在錫安,我的聖山, 要讓我的兒子要登基,要做國王,這個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那希伯來書說還有一個耶路撒冷,是從天上, 將來要從天上下來的,這個是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這兩個耶路撒冷在世界終了的時候不一樣。 這個新耶路撒冷如果是在地上的,這個是千禧年, 耶穌基督到地上來統治地上的時候, 是在那裡有一個新的耶路撒冷,那個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人期待的。 可是對我們來講,我們期待的是21章我們剛才講的, 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從神那邊降下來,這個是到永遠的, 這個不是一千年就結束的。 那耶路撒冷不是建築師所蓋的那個房子,不是, 他是一群人,他說好像新娘預備好了。 所以耶路撒冷也是一個代表,他是一個城沒有錯, 可是他預表的是一群準備好的女人, 他們準備好了要跟新郎結婚,他說好像新婦裝飾整齊, 等候新郎來,等候他的丈夫。 所以這個是準備好的人,他們的裝飾是什麼裝飾呢? 哪些人到時候可以預備好呢? 在這裡我們看這一段聖經, 以賽亞書61章說,耶和華我靠他大大歡喜, 因為他用拯救做衣服給我穿,用工藝做跑給我逼上, 好像新郎又好像新婦配戴裝飾。 所以在這裡的這個佩戴裝飾的新婦裝飾是, 拯救做衣服工藝做跑來做裝飾。 所以這些人他是因為接受神的救恩, 被神因信稱譽就裝飾好。 不只這樣子,在啟示書19章說, 高仰昏期的時候到了, 那這個準備好的人是蒙恩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這個細麻衣我們一起來念這個來, 這個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所以預備好的人, 就是不只是被稱譽, 他甚至可以行譽, 這些人就是新耶路撒冷, 這些人就是要從天而降, 然後到地上來, 永遠跟神在一起。 那這個永遠跟神在一起, 他就要用帳墓來表示, 或是會墓, 這個tent, 這個會墓其實在舊約, 如果你舊約守的話應該記得, 摩西耶威瓦跟他說, 你要做一個會墓, 幹嘛? 我要在那邊跟以色列人相會, 我要跟他們說話。 所以呢, 出埃及記二十九章就說, 在那裡呢, 我要在會墓那裡跟你們相會, 跟你們說話。 我要跟那裡跟以色列人相會, 所以是神要跟我們見面, 跟我們談話的地方的狀況, 這個就是神的帳墓降在人間。 耶穌降生的時候, 聖經說道成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跟我們相會, 在我們中間, 其實這個字中文沒有翻得太好, 因為他的英文叫做, Tabernacle among us。 Tabernacle就是會墓, 意思就是說, 耶穌在我們中間搭帳篷, 好像我們一起出去郊遊, 我們一起出去, 這個叫tent,叫什麼? 搭帳篷去露營, 那耶穌也帶著他的帳篷來說, 我跟你們一起露營好嗎? 我們就很高興有一段時間, 大家在一起玩, 就是這個意思。 耶穌在我們當中搭帳篷, 這個就是道成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所以在舊約的時候, 耶穌要摩西做一個會幕, 耶穌要在我們中間搭帳篷, 在我們當中跟我們講話。 在新約的時候, 耶穌基督降生, 道成肉身, 也是要在我們中間搭, 要跟我們在一起。 可是這兩個在一起, 都是比較有限的, 因為在這裡呢, 真的跟神可以面對面的, 只有大祭司, 一年只有一次, 祂才可以進到至聖所, 跟神直接面對面。 那耶穌呢, 在地上真的出來, 跟我們真的面對面, 只有三年多, 以後祂就有離開了, 好像都是暫時的, 都是有限的, 只有到启示录21章說, 這一次的在一起, 永遠不會再離開, 就是永遠在一起, 無限的。 好, 所以呢, 神的障目在人間, 祂就是神跟祂的子民同在, 同在。 這一節聖經, 才一節, 裡面就有很多人, 住在我們中間, 跟我們同住, 跟我們同在, 所以神很在意這件事情。 罪惡讓神不能跟我們同在, 到了新天新地的時候, 罪惡死亡都已經處理清楚了, 所以神可以永遠, 這個是新天新地最大的福氣, 他說我在你們中間搭帳幕, 我在你們中間行走, 這個代表的意義是, 我做你們的神, 你做我的子民, 完全的彼此的歸屬, 再沒有隔閡, 我們本來是在黑暗中, 受神呼召, 進入光明的人, 將來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做神的子民。 好, 那死亡, 悲哀, 眼淚, 疼痛都過去了,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嚎。 神要把這些都除去, 這些過去的就是這個東西。 他已經吞昧死亡, 避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 死就被得勝吞昧了。 所以, 死亡, 罪惡, 痛苦, 消滅, 神跟我們完全同在, 這個就是更新的意義。 所謂更新, 就是把地上的所有的罪, 所有的這些邪惡, 這些死亡都除去, 地還沒有除去, 是把上面的罪惡除去, 這個叫更新。 所以, 作保作者說,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更新了。 神的更新, 有一個步驟, 第一個更新, 是把我們的內心更新, 他說本來你們是像石頭的心, 我給你們一個新的心, 這個新的態度, 新的價值觀。 然後接下來是給你們新的眼睛, 這個我以前講過, 就是說看啊, 就是以後, 這個看啊中午沒有翻出來, 所以這個看法被更新, 然後到後來是一切都更新。 所以我們說, 神要更新我們第一個, 給我們一個新的價值, 第二個, 給我們新的眼光, 最後, 給我們一個新的天地。 那到那時候, 所有的更新, 就完全了。 神認為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跟約翰說, 不要忘記寫下來, 一定要寫下來, 在現在活在痛苦, 罪惡黑暗中的人, 他們有盼望, 因為我一定會完成這件事情。 他說你要寫, 這是真的, 這是可以相信的。 其實要約翰寫的, 在啟事徒第一章, 這個耶穌基督就跟約翰說, 你要寫, 你所看見的現在的事, 將來的事都要寫出來。 在十四章, 聖靈也跟約翰說, 你要寫下來, 因為在主裡面死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習了自己的勞苦, 做工的果效會隨著, 也說你要寫下來。 那這一次是在, 啟事徒二十一章, 說你要寫, 我們看到, 在登台中間的聖子, 跟約翰說, 歷史會有結局的, 所以你要寫下來。 在天上的聖靈, 也跟約翰說, 在主裡面勞苦的人, 會得安息的, 你要寫下來。 那最後坐在寶座上的聖父說, 將來我們會進到新天新地, 所以你要寫下來。 所以啟事徒可以說是, 歷史有結局, 勞苦有安息, 將來會有新天新地。 可以說是, 啟事徒信息的三大重心, 神一直跟神說, 你要寫下來。 為什麼這個事情可以完成呢? 神說, 我是其實, 我就會把它結束。 我是alpha, 我就是omega。 希臘的字母, 第一個字叫alpha, 最後一個字叫omega。 就是, 我是開始, 我是結束。 那個意思就是, 創始成終。 也就是這個朱立倫說的, 我會做滿, 我會做完, 你們不必擔心。 他真的是會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你們放心啊, 我一定會做完做滿。 那耶文瓦跟我們說, 你們放心, 我會做滿, 我會做完。 因為, I'm the beginning, I'm the end, 我既然有能力開始, 我就有決心把它整個結束。 這是神的答應。 其實, 神把這個做完第一次, 是在創造天地的時候, 他就把它做完做滿, 所以到第七天, 神就休息了, 就叫聖日。 這是第一次的完成。 第二次的完成, 是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斷氣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成了。 他把罪人救贖的恩典, 做完了。 可是我們還活在這個, 罪惡的世界當中, 到第三次, 就是《啟示書21章》, 說我完成了, 天地都更新了。 所以不是只有人心更新, 不是只有眼光更新, 一切都更新了。 所以聖父的創造做完了, 聖子的救贖做完了, 聖靈的更新也完成了。 好, 最後的兩節, 就提到有兩種命運不同。 當新天新地來的時候, 就會把人, 全世界的人分成兩種。 有一種是, 渴慕的人得到水, 得盛的人得到這一切作業。 這是第一種人。 那第二種人是, 他不渴慕, 他也不得盛的, 就是膽怯的, 不幸的, 還有亂七八糟的, 他都要放到火壺裡面, 去燒烤。 那我們來講, 這兩種人到底是在講什麼? 口渴的人得生命的泉水, 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給口渴, 所以第一個是你要渴, 你知道渴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醫學叫dehydration, 就是你發現你有缺乏, 你發現如果你沒有得到水, 你可能會死掉, 你有這樣的insight, 承認自己不夠, 需要水才活得下去的人, 他就會找水,知道嗎? 你口渴的時候就到處去找水, 這樣的人神說我有水, 可是如果你覺得你不渴, 你就不會來找水, 就死的也不知道, 像Coma的人, 他已經dehydration, 他不知道, 因為他不覺得口渴, 所以第一個是, 所有將來要到新天新地的人, 他在今生必須要感覺到, 我是口渴, 只有你有這個sense, 你有這個感覺, 而且你願意來接受水的人, 他說我給你活水喝, 可以活到永遠的水, 所以你們一切干渴的就來, 不必買, 不必錢, 以賽亞書就已經邀請我們, 然後在耶穌來的結起的末日, 他也大聲地說, 渴了, 來喝, 這個水代表的是聖靈, 聖靈到你們的心裡面, 到你們的心裡面, 你生命就更新, 而且你就可以過得勝的生活, 再來得勝的人就為業, 我很喜歡這個冒號, 如果它是句號的話就不一樣, 他說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那我就要問這些是哪些, 什麼東西是我的產業, 我得勝我能夠拿到什麼獎品, 能夠拿到什麼東西, 上帝說我給你的不是東西, 是南北, 我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我的兒子, 那剛才不是說, 你的帳幕在我們當中, 我們要做你的子民嗎? 好,子民是子民, 兒子是兒子, 這是不同字, 你是我的老百姓,知道嗎? 你是我的寶貝的兒子, 你是我心甘寶貝的兒子, 這個有個人的關係, 我有很多兒子, 可是有一個我特別貼心, 你知道那個不同嗎? 所以在這裡面, 渴的人, 渴的聖命的水, 就成為神的子民, 可是得勝的人, 變成神的愛子, 神的寶貝, 跟神有更親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得救的人, 將來在天上, 在新天新地的時候, 還有兩種, 跟神之間不一樣的關係, 怎麼會得勝呢? 他說你要靠高養的學, 還要靠自己來, 生命來做見證的道, 為了這個道, 你可以犧牲生命, 為這個可以犧牲, 這個人就得勝, 還有你要不要靠自己, 要靠著主, 穿神所赐的全戶軍裝, 才可以得勝, 那反面來講, 那些不可的, 那些不得勝的, 不可目的, 他們就第二次的死, 你們記得嗎? 第二次的死, 就是不會死的死, 那個是很可怕的, 是沒完沒了的痛苦, 膽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殺人的, 淫亂的,邪術的, 抱歉像, 我們說這個我都沒有, 說謊話我就不敢說了, 你覺得呢? 小心喔, 神不喜歡說謊的人, 這個人就第二次的死, 你受洗沒受洗沒關係, 你繼續說謊, 你就是屬於這一類, 而且, 這個我覺得不是那個, 中油公司賣油給他, 然後再燒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 跟神隔離, 新天新地, 就是跟神在一起, 那不跟神在一起的, 就是永遠的痛苦, 就是這樣分喔, 只有兩種狀況, 你還有罪, 還有這些罪惡的話, 神不可能跟罪在一起, 就是跟神永遠隔離, 那個就是痛苦, 跟神在一起, 就是幸福, 所以以後就是這兩種狀況, 那哪些人會到那邊去, 他說在走邊的, 所以以後小心靠右邊走, 他說被咒詛的離開我, 這個叫永火, 永遠的痛苦, 我們現在對死亡不會覺得是這樣, 我們死是安息啊, 不是嗎? 那安寧病房就是說, 第一次的死其實是結束痛苦, 讓你就不要再受苦, 可是第二次的死是, 永遠痛苦, 所以這個第一次的死跟第二次的死, 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不一樣的, 那這些人呢, 是受洗的人, 你不要以為他是沒有受洗, 他是稱耶穌做主的, 他是癢, 可是可惜他是山癢, 他不是沒娘, 因為他看見人家餓了, 不給他吃, 人家渴了, 不給他喝, 我們就說, 你不是我的人, 你到那邊去吧, 所以要記得, 你這個渴慕的生命, 是你進來以後, 應該在生活上會活出一個有愛的生命, 這個人, 就是第一次互活, 他就不會第二次死, 第一次沒有互活, 第二次互活的人, 就進到第二次的死, 好, 我們來學一點屬靈的功課, 第一個, 新天新地的心, 是更新, 不是創新, 這個字, 在聖經有兩個, 然後舉例就是, 哥林多前書五章七節,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 他們都有心, 這是麵團, 變成無效的麵, 是一個心團, 是一個心團, 這是第一個心, 這是心造的人, 變成心的, 這兩個心, 在希臘文是不同的字, 我們中文也找不到兩個不同的心來表示, 所以這個也是困難的地方, 英文也有一點困難, 這個心團我用紅紅的來表示, 希臘文叫Neos, 那個癌症就是Neoplasm, 就是這個字開頭, 那個Neo就是心, 心的細胞, 可是那是不好的, 就是Neo, Neo是這個心團, 就是舊的團不要, 我再捏一個心的團, 這是創造一個心的, 可是這個心造的人, 不是把舊個人殺掉, 我再做一個人, 是把這個舊的人, 把它弄成新的, 這個字呢, Neos叫種類創新, 那這個綠色的, 這個心造的人的心呢, 叫Kainos, Kainos不是種類創新, 是品質更新, 好,這個心有什麼不一樣呢, 不一樣在這裡, 假設Toyota公司, 它在Lexus, 這一票車賣得不好, 他們檢討的結果是, 這個再怎麼弄, 就是比不上別人, 他們就決定, 從什麼時候開始, 不再生產Nexus, 就是把這個線就取消了, 完全讓它消失, 他們在弄一個新的品牌, 叫Omega, 然後就完全創新, 那個就是Neos, 它弄一個新的, 新一個Line, 新的一個車系出來, 以後你要買Lexus, 沒有了, 因為已經不見了, 現在它做的高檔車, 就是Omega, 可是如果Toyota公司, 它認為Lexus有一點問題, 銷路不太好, 可是還不值得把它整個scrap掉, 整個弄一個新的, 他們就掰一些工程師, 把這個裡面的電腦系統, 把這個裡面的煞車系統, 修改一下弄一下, 看起來像新的, 可是它還是叫Lexus, 知道嗎? 它沒有把這個線整個毀掉, 那個就叫做Kainos, 這樣懂嗎? 那個就是更新, 那我們說的這個新天新地, 到底是Neos還是Kainos呢? 我們去查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去查希臘文, 它講的是這個Kainos, 它不是講Neos, 所以不是把地球燒掉, 然後再造一個星球, 用太空船把我們載的, 然後把我們從這邊, 載到那個新的星球, 不是, 它是要把地球裡面的罪惡, 地球裡面這些, 把它除乾淨, 為什麼這樣? 我在準備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神學, 想法就是說, 如果神把我們的地球整個毀滅, 再造一個, 它可以啦, 可是它就等於被撒旦打敗, 因為這個是它所創造的地球, 由於撒旦進來, 引誘亞當喬娃犯罪, 神就好像不能收死, 知道嗎? 那就沒辦法, 啊,乾脆不要啦, 我再弄一個新的, 可是神說, 我既然開始, 我就會結束, I'm Alpha, I'm Omega, 撒旦是可以把我搗蛋, 可是他沒有辦法, 把我的創造毀滅, 所以神說, 我要更新, 我不創新, 我所做的最後, 我一定可以完成它,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神學上的理由, 說, 這個新天新地, 不是星團, 不是Neos, 是Kainos, 那, 做寶做的時候, 我把一些更新, 也是, 都是綠色的, 所以我再一次講, 這個新天新地, 是更新, 不是創新, 好, 那麼舊的怎麼處理呢? 他說舊的就過去, 怎麼過去, 是把舊除掉, 不是把那個舊的毀滅, 那這什麼意思呢? 先前的天地, 都過去了, 彼得厚書說, 有行止的, 被烈火消化, 那我們就說, 欸, 火燒下去, 就是沒了, 火燒了不是就都沒有了嗎? 可是, 有兩種燒法, 這裡說的, 在基督裡新造的人, 不是把這個舊人殺掉, 這個舊人還活著啊, 是把他弄乾淨, 把他弄新而已嘛, 對不對? 不是我信耶穌我就不見了, 然後神在造一個新的我, 不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是更新, 好, 如果是更新的話, 去的不是事, 去的是舊, 事還在, 只是舊不見了, 為什麼舊不見了? 因為已經變新了嘛, 我喜歡的是馬拉基書三章三節, 我們一起來念, 來, 他必坐下, 如煉盡銀子的, 必捷徑立位人, 熬煉他們, 像金銀一樣, 他們就憑公義, 獻公物給耶和華, 這個也是弄到火裡面燒, 可是你知道銀子弄到火裡面燒, 目的不是把它燒完, 是把它燒得更棒, 這樣懂嗎? 你看那個煉金子煉銀子的, 那金子久了以後就會有雜質, 不量不好, 它放到火裡面, 所以裡面所有的雜質都把它燒掉, 可是真的金燒不掉, 我們說真金不怕火煉, 知道嗎? 所以再留下來的是純金, 是最棒的, 這個就是用火燒的意思, 要把這個地上的Abis, 把這個地上的罪惡全部燒掉, 可是地不會燒掉, 會留下來, 剩下的是聖結的, 神就可以從天上, 新成耶路上就可以下來在我們當中, 就可以跟我們永遠在一起, 所以是除舊煉金, 並不是魂灰燒進的意思, 這個是過去的意思, 再來我們再講一下, 海代表的是罪惡死亡, 並不是代表的是海洋, 海裡的狂浪, 涌出可恥的墨子, 墨黑的黑暗, 這是海的代表, 海在這裡你看到喔, 死亡陰間交出死人, 海也交出死人, 所以海在死亡陰間是等號, 海代表的是罪惡, 代表的是死亡, 神要把這些會去, 會去以後, 剩下的就是新天新地, 整個我們的啟示錄用的文體是, Apocalypse, 是隐喻學, 它並不是地質學, 所以他講的海是指深淵, 是指黑暗死亡的深淵, 指的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那個海洋, 所以游泳的人放心, 你游泳庫不要丟掉, 將來還有機會的, 好, 那這個新天新地, 就是罪惡死亡已經不在, 神跟人同在, 這個叫新天新地, 我們來念這一節聖經, 來, 我聽見有大聲音, 從寶座出來說, 看啊, 神的帳目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做他們的神, 聖經的作者在一節聖經講了三次, 一個叫做人間, 一個叫同住, 一個叫做同在, 代表他很在意這件事情, 他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在一起到一個程度, 跟我們完全的合一, 就用帳目在人間, 還有, 我們做他的子民, 他做我們的神, 這裡提到子民, 等一下就提到兒子, 有沒有, 這是不一樣的字, 神跟我們同在, 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當你在今生今世, 你真心悔改相信耶穌, 耶穌就派聖靈住在你的心裡, 這是第一個同在, 真理的聖靈, 藏與你們同在, 因為他住在你們心裡, 這樣是第一個同在, 第二個同在是,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 第一次死亡的時候, 你的靈魂就到耶穌那邊, 跟耶穌同在, 這個是第二個同在, 保羅說, 我在兩男之間, 離世與基督同在, 聖靈同在是我們活著的時候, 聖靈住在我們心裡, 跟基督同在是死後, 我們的靈魂不會消失, 就跟耶穌在一起, 可是這個是靈魂, 還沒有身體, 到了新天新地的時候, 我們互活了, 我們有身體, 我們親連看見神, 跟神完全合一, 這是最完全的同在, 這是啟示錄二十一章所講的同在, 所以這是第一個同在, 這是第二個同在, 這是第三個同在, 聖靈同在, 讓我們勝過罪惡, 聖子同在, 讓我們可以安息主懷, 然後再來我們跟三一神同在, 跟神完全的合一, 這個也是,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祷告的那個就是, 希望我們在神裡面, 神在我們裡面, 那種是最後的幸福, 即使是這樣的狀態, 再來就提到可慕的人, 神可以到生命權的誰來可以喝, 那得勝的可以承受這些惟業冒號, 我做他的神, 他做我的寶貝兒子, 如果你這樣講就對了, 那這個神是的誰, 給我們可以進到永恒, 所以這些人是得救, 這些人是進到永恒, 可是他跟神的關係沒有那麼親密, 因為他只有可慕, 他沒有得勝, 這個做神的兒子的, 就是這個, 《路教福音十五章》那個老大, 在那邊不高興那邊計較, 怎麼東西這個, 怎麼沒有給我一隻牛一隻羊, 跟我的朋友慶祝嗎? 那這個爸爸跟他說, 你常和我同在,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還在擔心什麼? 你還在計較什麼? 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 天上有聖靈說, 你是我的愛子, 所以不是兒子喔, 是愛子, 我說心肝寶貝, 耶穌成為神的心肝寶貝, 將來得勝的人, 也成為神的心肝寶貝, 這是同一個字, 是神所喜悦的, 神喜歡耶穌, 就把萬有交在他手裡, 神喜歡你也會把萬有交在你手裡, 所以不要擔心, 所以這一個重要的是, 父子的親密關係是relation, 不是擁有的財產東西, 這個是possession, 我再講一遍, re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ossession, 所以最後, 新天新地的時候, 神給我們最大的恩典, 不是給你一堆東西, 是給你關係, 我跟你住在一起, 我在你們中間, 我做你的神, 你做我的寶貝兒子, 不只是子民, 還是寶貝兒子, 所以在這裡, 我們如果你認為你已經得到永生, 你就要問自己, 我是只有得勝, 還是我已經可以得勝, 這個是不對, 這是希伯來書, 你們再去改, 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道理的開端是得勝, 完全的地步是得勝, 一個人真心信耶穌悔改得救, 他就得了一個新生命, 好像一個baby一樣, 沒有錯, 他有一個新的生命, 他將來可以跟神在一起, 可以進到新天心裡, 可是他是一個不成熟的, 他是一個什麼都要依靠爸爸媽媽的, 一個小朋友, 不可能跟人家打仗, 然後贏過別人, 不可能的, 他碰到敵人就是跑去父母那邊, 根本沒有辦法, 必須要一個長大的人, 他才有辦法過得勝的生活, 所以神希望我們, 給我們的恩典, 不只是希望我們得勝, 得到生命的水, 可得到解決, 而且希望我們得勝, 希望我們得勝, 如果你渴慕, 你就可以得勝, 如果你可以爭戰, 你就可以得勝, 悔改相信, 就得勝, 生命更新, 就可以得勝, 得勝的人是運信稱義, 得勝的人是靠信成勝, 得勝的人是誠心的信靠, 得勝的人是盡心的侍奉, 得勝的人將來在白色寶座的時候, 就會被判到你可以到天上, 跟神永遠在一起, 到那裡呢, 就有一個基督的台前, 得勝的人在那邊, 就會得到公義的冠冕, 這邊得到救贖的恩典, 那邊得到榮耀的冠冕, 所以神要給我們的恩典, 其實不是只有讓你得救, 讓你進入永生, 祂要你的事能夠得勝, 能夠得到榮耀冠冕, 我們低頭來禱告, 謝謝主, 你讓約翰在啟事物的末了, 看見新天新地, 看見舊的已經過去, 新的已經來, 主啊你要把一切更新, 我們就求主現在先更新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的眼光, 好讓我們不只是得勝, 我們預備我們自己, 在每一天的生活, 能夠過得勝的生活, 將來你再來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成為你的子民, 我們成為你的寶貝兒子, 我們可以跟你有最深切的關係, 主啊把這樣的恩典, 賜給我們,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這樣回應的詩歌, 《如露可目溪水》, 我們站起來好嗎, 來, 神啊我的心切入, 你如同路可目溪水, 唯有你使我心說, 愛我可目溪水, 愛我可目向你敬拜, 愛我可目向你敬拜,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身, 你身, 名字靠岩, 名字靠岩, 唯有你使我心說, 愛我可目向你敬拜, 你掌握全于周天地 也是我两有兄弟 唯有你满足我心 已无人能与你相比 你是我与你两盾盘 你是我生命之高主赞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无向你倾盘 唯有你能安慰我心 为你宝贵神我心意 你是我灵重满满 我心我可无与你相比 你是我与你一样的爱 你是我生命之高主赞 唯有你一样的爱 我爱我可无向你倾盘 依靠你生撒旦 我生命荣耀你 我羡慕成为你 我羡慕成为你 我生命之高主赞 我生命之高主赞 作为一个真诚的人 在你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可以跟神说 让我渴慕你 渴慕圣灵 到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不是只有渴慕 得到生命 让我渴慕成为得胜的人 让我在这个世上 我活出来的生命 能够联起我周围的朋友 对你产生渴慕 他们也有机会 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为自己祷告 我们低头 感谢主 祢不只给我们生命的活水 可以让我们不再渴 祢甚至要帮助我们 过得胜的生活 不再陷入撒旦的诱惑 不再做不诚实的人 主啊帮助我们 不只得胜 更能够得胜 而且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引起我们周围的朋友 因此对你产生渴慕 也让他们有机会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接受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跟我们同在 好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从现在起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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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请坐末导 我们聚会到这儿 需要的同工 弟兄姊妹可以留步 我们有同工可以跟你一起祷告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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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